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可敬 我们现在在这一个阳朔最著名的一条街 西街 这条西街呢 它有1400多年的历史 然后这条街给我的感觉骨香骨色 它还夹杂着异国的情调 一路走过来呢 我就看到了有很多的法国餐厅啊 意大利餐厅啊 还有各种的工艺品 糖增肉 我就是姓增的 它这个是卖烤肉的 看到特产了 桂花糕在这 感觉吃过一条街 对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 除了老板不卖剩下的 都八块 什么鱼啊 小鱼仔 这个30这个40 每家店面都有自己的特色 如果想要感受那些少数民族的那些风味的话 来这里我觉得是没错了 我看到这些烤串好多呀 一大排的都是 感觉又饿了 我们所熟知的那个艺术大师徐悲鸿 他曾经就在这里居住过 这条街热到什么程度呢 一年就只是老外这种背包客的话 他会来十万多人次 然后游客的话 还有150多万的人 居住的外地人 比他本地人是三倍的数字 可以说这个阳朔西纪是一个小联合国了 我们从北京 北京 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 我非常爱意的 我非常非常爱心 你来自喜 我也很幸福 因为是白天 然后又有一点点的小雨 从我这个角度去看那个后面的山的话 雾气萌萌 哇 完完全全是处在一种仙境当中 我是小仙女嘛 这条街呢 阳朔西街 虽然不是特别的长 但是逛下来 还能懂电脑 琳琅满目的 你逛下来 你仔细去看 真的能够整整逛一天 因为现在是白天 所以人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晚上来这里逛的话 才是它真正精彩之处呢 大家如果来广西 一定要来这条街 满足吃货 满足人们对这里的好奇